我是身为本区国民兵当区 这些都发生的 大冠军的警察 这些都发生了 我去这些我的任务 他们其实这是非常棒冒的 我希望这个违离的政府 这个失败的政府应该 关注这个COVID-19 还有那个经济 还是会上车 所以现在人民在水盛火热中 很多人民都失业 很多生意都没得做 我相信在整个基隆坡 你跑出去看到那些商店 世界有8间是关人的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经济的损失 假如我们不刚好我们的国家的经济 马来西亚再成为一个失败的国家 其他国家好像新加坡 国家已经开始要恢复了 我们还在国会员执行他们的任务来阻止 他们去国会 这是非常旷茂的 这个事件我相信广大的人民可以有人看到的 在下届大选我相信会很快的 将这个失败的政府 我们会一定拉下单 使到国家能够走向政策 国家恢复正常的经济的活动 还有人们能够生活在一个更好的政府之下 能够安居落眼 这是我要讲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